大家好,我是香港幼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主席丁建華。 今天我參選功能組別教育界,我希望我的這個席位能夠取得。 為什麼呢?很簡單,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教育制度殺效,老師沒有保障, 所以我想一條心出來,為了教師,要爭取零殺效,補教值,尊重教師。 多謝各位。 我是香港幼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主席丁。 我相信幼稚園的界別,所有的同工都會支持我的。 我的政綱還有就是幼小銜折,小幼銜折,小中銜折和中大銜折。 我相信教育是一條龍的,我們必須要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改善,改變,改變一種生態,我們去努力。 所以我不理,我不知道其他的界別,他們的政綱暫時是未知道的。 不過,我是會為香港的教師,盡一切的努力,幫他們爭取。 聽不到。 已經會透露多少個看文是甚麼人? 喔! 提名我的呢,最主要是我們幼稚園界,我們各大,在幼稚園裏面,很多協會的主席。 我是得到他們的支持提名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去報名 是否在第五界面有甚麼人 我要深入的東西看一看 我才可以告訴他們 這個我想我報了名之後 等公佈之後我才可以公開 如果我們的法律 憲法 包括 如果是需要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我們任何一個行業 都需要遵守 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有問過我 國安教育 其實我覺得一個國家 我們作為一個市民 我們應該要對國家有認識 那國安教育其實 都是對國家教育 對國家認識的一部份 但是可能我都有聽過的 有很多老師都有提出 可能推進的時候比較急 所以我有提出過的 是要有罪推行 任何事情都一樣 如果有罪推行 我相信對教師的壓力 是會沒有那麼大 所有在教育的政策來講 我覺得教育局也要檢討它的政策 任何的政策 如果是得到我們 港大教師的諮詢支持 然後再推行的話 我相信他們是會接受的 多謝各位